闺女和单位同志出去吃饭了 我一人吃风天面 我一鸡蛋就一凶事 你好 中午我自己还喝了点红酒 睡了就好 还有一个红薯 水果凶事 本来我说晚上不吃饭了 后来我看人家吃面条 我馋呢 我得了 我也来一个 吃完出去 这儿红薯 今天一天我吃了三根红薯 太香了 喝一点 酒精度8%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物质灵 山楂 这是山楂酒 它就点排叉 那天我买点排叉 给老大拿吧 他不拿 他吃这上火的药 排叉就有 我还吃了一个大油梨 这么大 出酒明天水糖点高 好香啊 吃完饭在我家楼下散步呢 这边没有平房好 人多车多 空气也没有那边好 还有楼多 我呢刚才跟老张视频 他在胡同里边散步呢 黑成的感觉伸手不见五指的 没人 哎呀 我也跟任静学 录了一个吃播的视频 我看看怎么样 我刚才看我那吃面条回放 我自己看着都咽口水 真香 这个做自媒体 它是可以扩大你的知名度 我有时候多的时候 一天在外边 我能碰上四个粉丝 都大老远的 就来啦来啦 一见面还都挺亲 这个呢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是吧 好多那个社会经验啊 什么的 别人会告诉你 然后同时你也得看别人做视频 你也学嘛 有的呢 好的学来了 坏的也学来了 学会骂人了我 就是跟我妈聊天视频 我还跟我妈说呢 我说我今天又骂老张来的 我妈说 你怎么说话 你怎么说话还带脏字呢 我看老张视频啊 他就跟我劲不劲的 然后我说你怎么那么牛叉呀 我当时说的不是叉了 我说你怎么那么那个 他都傻了 然后当时他就把那个把我给删了 后来我妈说 哎呦 以前从来没听你这么说脏话 你怎么学脏话了 我说啊 我新学的 我说有的人骂就是 说话特难听 我就学会了 然后到晚上呢 我再给老张打电话 我说你再把我加回来 我再跟他说好话 他说行 他给我加回来 没事是呢 他都愣了 我爸也愣了 这就是我学的 有些人啊 老不教我好 哎 我也是筋不住诱惑 还得学好的 咱们得克制 就是你 我也是啊 特别怎么说呢 挺恶心的 真的就说脏话挺恶心的 我觉得啊 说出来是不是挺痛快的 我看别人这么说 我说我也说 拿老张试验去了 结果啊 特别不舒服 特别不舒服 就觉得特别脏 特别恶心 别人听了也不舒服 行 就说这个 先是学生直播 然后学生说脏话 别学啊 还是捡好的学 行 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明天我还有事 早起 好了 拜拜